1952年,唐纳德·A格雷泽·Donalda Glazer受到一杯啤酒中泡沫的启发,提出了使用气泡式检测带电粒子的想法。 然而,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,他驳斥了这个故事,表示虽然啤酒不是气泡式的灵感来源,但他确实尝试过使用啤酒填充早期原型。 气泡式发明的灵感来自于对一杯啤酒中气泡形成的观察。 据说,气泡式的发明者唐纳德·A格雷泽·Donalda Glazer的灵感来自于一杯啤酒中的泡沫。 然而,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,他驳斥了这个故事,表示虽然啤酒不是气泡式的灵感来源,但他确实尝试过使用啤酒填充早期原型。 与其他检测方法相比,使用气泡式有几个优点和缺点。 1.高解析度 气泡式能够提供穿过其中的带电粒子的高解析度影像。 这是由于过热液体中形成了气泡,可以追踪和分析。 2.体积大 气泡式体积大,可侦测大量带电粒子。 实验中使用的一些著名气泡式,包括欧洲大气泡式BEPP和GARGMO欧洲大气泡式BEPP是1976年,在瑞士日内瓦、欧洲核子研究组织SERN建造的大型气泡式。 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气泡式,直径2.5米,长10米。 它用于研究亚原子粒子的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。 气泡式在科学中的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。 过去,气泡式广泛用于粒子物理实验。 以检测穿过过热透明液体最常见的是液态氢的带电粒子,唐纳德·A格雷泽·Donalda·Glazer,于1952年发明了气泡式,并因此获得了196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 然而,气泡式现已被基本过时的现世,火花式、漂移式和细探测器所取代。